你就可以影響其他人跟進去做一些對的事情 我覺得人只要專注在對的事情 不管人家怎麼講你 然後我覺得他的力量都會很大 還有剛剛這位記者說 我們有沒有得到什麼力量 更新的力量 有 我後來發現啊 永遠不會浩劫的能量是什麼 你們知道嗎 叫盼望 就是如果你裡面有盼望 有wish的話 有hope的話 你永遠不會被擊倒 今天無論我今天被let up 或是我今天被老闆怎麼罵我 我今天被媽媽怎麼看不起我 我只要心裡有個盼望 你們在講什麼 可是我的心裡面有個藍圖 我的腦子有個圓景有個藍圖 有一天I will 怎麼樣達到我的夢想 那個叫做盼望 是不會捨棄你 你任何生命的能量的 那癌症病童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是 他永遠知道說一件事情是 我多一天我活一天我每天睜開眼睛 都是很有盼望都是很開心的 所以我在裡面這個小男孩 他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做痛苦 他曾經問他爸爸這個問黑人啊 他這個小男孩好會演 他問他爸爸說 你唱歌的時候快樂嗎 他問他爸爸 他爸爸當歌手耶 黑人在裡面有唱歌 就是你爸爸是歌手 他在看你 他在看他爸爸唱歌的時候 他就問他說 你唱歌的時候快樂嗎 他突然愣住 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小孩子問你 你竟然回答不了 然後後來劇中裡面一個校長叫柯一正 他是台灣很有名的導演 以前演過不少的片子 他也演我們的校長 他就回答說 一個唱歌快樂的人 跟一個唱歌不快樂的人 你知道兩者之間的差別在哪裡嗎 一個影響自己 一個感染別人 如果你不快樂的唱著歌 你永遠自己在痛苦的 你只是把他當做一份工作 一個事情把他交差兩世就好了 不管你是做唱歌的事情也好 做編劇的工作 做導演的工作也好 如果今天魏德勝 他沒有甘之如意在他的Hope上面 在他的Witch上面 他沒有甘之如意說 我做這件事是因為我快樂 我不管負債多少錢 因為我快樂 所以我要去達到這個Go 我要去達到這個夢想 所以有一天他的Dreams come true 然後他就嚇一跳 五億四千萬台幣就進來了 那個是你意想不到的 附加成果的代價帶給你的 所以在這部電影裡面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裡面很多的知名演員 在參與一咖一咖的角色 有一些都是黑人說 欸你要幫忙演一個臨時電影人 然後對 然後我就覺得很有趣 我們這個成本 雖然不是說很大的片的成分 你們也知道台灣拍電影真的不容易 他沒有電影工業 然後還是為什麼沒有電影工業 我們這些人還繼續去幹這種傻事呢 但我們不幹的話誰幹呢 就是對 那我們喜歡做這種事情是因為 我們也喜歡做夢 如果每個人心裡有夢的話 你不覺得這每天是很快樂的事情嗎 坐著馬腿蹲大號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我待會要是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我明天要是怎樣怎樣 有一天要是怎樣怎樣 那該多好 就人生要快樂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部電影裡面拍完之後 我的下一部電影 我覺得我還是會繼續拍這種 有希望的片子 就是會帶給人家力量的片子 謝謝 好 你要多問點問題 所以可以從他們這兩位裡面 學到一點 學到一點東西 好 你好 我是北美青浪網的記者 是在台 我問你 因為當初 你在寫這部劇本的時候 你是從哪一個點去觸發說 我要開始寫這部劇本 還是說你是從平常累積起來的 那另外我有朋友 他本身也是學電影的 那他是從這邊回到台灣去發展 那你會是建議說這些 學電影的學弟妹好了 他們再來就是在台灣 會朝哪個方向走 會比較有一個希望來這樣 對 然後我想問問看黑人 就是那你自己在詮釋完 這個父親的角色之後 你自己對父親這個影響 有什麼不一樣的看法 或是說你自己的經歷 知道你是不是知道什麼 你自己的經歷跟一般的家庭 比較一樣 對 謝謝 OK 編劇 寫這個奇妙旅程劇本的時候 其實我在這個 我入行其實是我在念大學的時候 我就開始寫劇本了 我寫了武俠劇寫了非常多 然後寫了電視劇 我出了書出了八本書 然後以前就是報紙文章上面也常登我的報導 然後我是本身就是學舞台劇導演編導的 然後後來就學電影 改入電影行這個行業這樣子 那其實基礎還是要有的 就是說你學習的基礎 你這些東西 而且我很小就喜歡看薩斯比亞 喜歡看美國文學 中國文學 然後西洋史 這些東西我都喜歡 那當你去被這些東西請默花 在你的裡面打一個基礎之後 然後後面就是你要跟著這些 有經驗的實務的人去學習 譬如說電視演藝圈裡面 有誰會帶你 導演跟製作人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跟對了導演跟跟對了製作人相較的 就是你去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你都會很精準 因為我覺得中國人常常浪費時間 在飯桌上面 什麼東西開會都要吃飯 中國人我就覺得說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就meeting就meeting 吃飯但是要就是在飯桌上聊天 然後怎樣還是吃一次不夠 吃兩次吃三次 覺得這個是很詬病的 那這個奇妙旅程的劇本就是 我有一次我是看到我一個製作人 他的小孩他要換那個幹細胞 對 然後他要帶他的小孩去做最後一次旅行 因為醫生跟他講有可能不成功 那不成功之外他就再見了 所以那時候我去看他小孩在一個玻璃間 在台大的時候 我看他小孩因為做化療嘛 已經頭髮都剃光光了 然後幹細胞是因為他妹妹四歲 他為什麼一直生這個小孩子 就是他想要能夠讓他的這個姐姐 讓他的大女兒能夠引發 能夠合他的那個就是對 然後所以在他們去之前 那製作人邊哭邊跟我講他說 他們上禮拜做了一次最後一次旅行 然後在旅行之前他跟他的女兒講說 我們去哪裡來環島 他女兒就很開心啊 晃著腳啊剪頭髮啊這樣子就很開心 可是他們很痛苦 因為他們不知道說這個是 也許是我跟你 跟我的孩子最後一次的旅行 所以這種奇妙的旅程 這個旅程的概念在我的腦子裡面 我就想說 也許生命中每一個人突然出現在你身邊 可是有一天你回頭一看 那是你跟他見面的最後一次 我們在這個見面你看我我看你 其實是很有緣分的 是上帝巧妙的安排 我不知道你在這邊今天會獲得什麼 或是我們來這邊我們會獲得什麼 但是我覺得maybe一個word 一個關鍵的字一個keyword 然後我們就可以得到你生命的全部 不一定就是說 你要珍惜你每天醒來就像黑人講 他做義工是像呼吸一樣自然 你要珍惜你每天張開眼睛呼吸的時候 哇感謝主感恩啊 就是我覺得你要心裡要有感謝的那種感覺 每天活著你能呼吸你能走路 你有四肢堅決你能吃飯 你還吃得下去 所以我覺得多要感謝 感謝上帝有讓我們有這麼好的身心這樣子 所以我就建議你的朋友說 如果要到台灣來發展編劇的話 首先他必須要先去了解台灣的演藝的狀況 maybe他的夢想跟實際上會有差路 而且台灣的需求市場需求 跟世界性的市場需求是不同的 還有台灣拍電影的形式 跟世界拍電影的形式不一樣的 所以因為如果是他for電視劇的話 TV show的話 他必須要適應收視率的問題 有時候你的狀況跟你所想的 跟製作人要的是不同的這樣子 謝謝 好的 那我剛剛有提到我來舊金山 充滿了很多無限的思念和畫面 那都是來自於我爸爸 那我爸是在中華航空公司服務 那他是民國空難的座廠長 那我爸已經離開了 在我大概是高二的時候 那時候我記得我來舊金山的時候 我爸規定 我們上飛機前一定要 我和我哥和我爸都要提三分頭 然後我也覺得 這是什麼回事 穿白色的Polo衫 三個人要穿一模一樣 穿藍色的 Navy Blue的藍色長褲